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有尿瓶、尿脊、企业多的习惯 以前这种情况普遍是老年人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有尿瓶、尿脊、企业多的习惯 长期以来特别影响睡眠质量 晚上失眠、多梦、白天没有什么精神、腰膝酸软 导致身体每宽愈下 这种情况是典型的肾气不足、肾阳虚的表现 中医讲需要通过温肾、补肾来解决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可以温肾、补肾、固肾、益精的食疗方法 这个食疗方法是一位老中医推荐的 很多人喝了一段时间 尿瓶、尿脊、企业多的习惯都已经好转了 做法和用料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个小芋头 芋头它属于一种粗粮 既可以食用也可以药用 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 芋头具有异味、通便、解毒、补育、肝肾 补肾、补肺、散结、化糖、甜精液水等等的功效 临床可用于治疗糖核、肿快、便秘、肾虚等方面的治疗 芋头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功能 可以作为防癌、防肿瘤的常用药上主食 还可以辅助身体的康复 芋头它是使于碱性食物 能够综合体内的酸性物质 调整人体的酸碱平衡 能达到美颜无发的作用 还可以防止胃酸过多症 而且还有补气、益肾的效果 平时多吃芋头 有利于调节中气、开胃、生津等作用 另外,芋头中的营养丰富 食用它可以为机体组织补充需要的能量 维持机体组织正常的更新与代谢 并且芋头中的连液蛋白进入人体后 可以为机体产生免疫球蛋白 提升机体对病菌、病毒的防御能力 增强抑制病毒细菌的防殖力 所以吃芋头有提升机体免疫能力的效果 芋头去皮后,我们把它切成小块 接下来再准备一小把的黑豆 大约20克左右 黑豆它是豆中脂丸 含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多种营养成分 属于是脂补佳品 有清热、解毒、补血、养胜、美容护发等等的功效 中医认为黑豆有除去胃中热壁 山中凌漏、下淤血、上午脏节节 能够去热毒、改善精卵等效果 黑豆含有膳食纤维以及低聚痰 不但能够帮助肠道蠕动 使体内脏气与毒素顺利排出 改善便秘 而且还可以改善肠内菌群环境 起到整肠作用 另外黑豆所含的造草钢有减少体内胆固醇的作用 能够缓解中脑连人 动脉周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中医认为黑色属水、水肘肾 黑豆作为黑色食物能够有利于补肾、养肾 黑豆皮提取物能够提高机体对铁元素的吸收 带皮使用黑豆能够改善贫血症状 而人的肾主精血 肾脏得到滋养 身体的气血也会足够 经常吃黑豆能够帮助补肾 缓解肾虚、体弱 腰膝酸软、风湿、弊病 关节不利等等的不适症状 接下来再准备15克左右的嵌食 嵌食它是一味中药材 具有补肾、固肾、益精的 健脾、除湿 通过补育、脾胃 排出湿气、止泻、止带功效 嵌食它是属于药食、两用的食材 可以天天吃 主要用于治疗肾气不顾 所致的胰筋、滑筋 腰部和膝部酸软无力的感觉 肾筋不顾、所致的小便不尽 小额一尿 皮肾、阳虚、所致的副占、肠鸣 蟹、蟹、水师下注 嵌食、胃肝、酸色胃、性贫 可以长期服用 并且对于上述病症都有良好的效果 嵌食能够补肾筋 与三药并用的话 有很好的治疗老年人肾虚 移筋、早泻、代泻、小便不尽等等的症状 嵌食是一个很好的药食同源的食物 除了可以煮粥、煲汤 我们还可以用它来煮水喝 也可以搭配黑芝麻、黑山肾、莲子、枸杞 一起煮汤 效果也是非常的显著 我们用清水 把黑豆和芡食清洗干净 然后加入清水 先把它们浸泡半个小时 接下来再准备两颗红枣 用剪刀 把红枣的果肉剪成红枣丁 红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它是一种很常见的食物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 红枣心胃肝、温、龟皮、胃、心筋 具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的效果 在临床上可用于治疗皮虚、食扫、乏力 同时还具有调和中气 上达于心、下合于肾的作用 可以使肾气调和 对于肾虚具有辅助调理的作用 红枣吃法也是非常的多 最简单的吃法就是直接吃 或者是用来泡水喝 但是红枣的糖分是比较高的 中老年朋友每天大约3-5颗就可以了 不要过量食用 接下来把芋头丁、红枣丁倒入砂锅中 浸泡好的黑豆芡石一起倒进来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先用大火煮开 转小火煮上40分钟 把食材煮至软烂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啦 时间到后食材都煮得特别软烂啦 这个时候加入少许的红糖 简单调味就可以啦 血糖高的朋友可以加入少许食用盐 搅拌均匀就可以装入碗中开吃啦 用芋头搭配黑豆、芡石、红枣一起煮着吃 吃着口感软软糯糯,非常的好吃 平时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早餐来食用 一周吃上一至两次 不仅可以滋补我们的肾脏 还能够收敛益子 还可以健脾、养胃、美荣、养颜 对身体有非常好的保健作用 这里面的芋头和芡石、黑豆都有很好的固涉益精 所以经常夜尿多、尿贫、尿急、晚上睡不安稳 胜虚这类人群可以多煮这道汤来喝 也特别适合山高人群去食用 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 也可以多煮来喝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